大块的三层控肉 外层油量 肉质半肥半瘦 嫩到入口即化 不只在地人爱吃 更是许多艺人 都会来光顾的小吃名店 24小时营业 清晨就大排长龙 只不过现在 却被民众爆料 有卫生疑虑 四大来的猪肉 层层堆叠在推车上 直接放置在马路边 食材毫无遮掩 两只八哥大喇喇 站在猪肉上啃食 免费吃到饱 让民众看了直呼可怕 不光在那里那么久 看起来很恐怖 他买来你就看得很恐怖了 不知道有没有新鲜 实际回到现场了 我们可以看到肉品 都是统一在这个地方 做处理的 把肉煮熟之后 现在要捞起来沥干 将近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一整锅的猪肉 用滚烫热水煮熟之后 再捞起来放置篮子 业者说正常的SOP流程 会用网子盖住 送到室内冷气房处理 强调不会曝晒肉品 但是坦诚当天确实有舒适 这样子的话 跟你们三鸟 就没办法去躁死 也没什么灰尘 就是那时候 就是那个点舒服掉 刚好民众拍到 就才造成这个困扰 让观众 让观感不佳 更不好意思 你猪肉的话 进货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早上 早上 对 早上我们差不多六点 就过得干净 可以 有嘴巴你炒 可以稍微炒 可以稍微炒 可以炒 可以 可以 卫生局一早也上门鸡查 要看看是否有熟肉 毕竟现在食安问题敏感 空肉小吃名店也被异意解释 继续游戏宇宙剑林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赏